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我们还是来看一下我们叫今日财经 今日社会 北京时间2012年9月13日清晨 美国苹果公司在旧金山举行新品发布会 正式发布其新一代产品iPhone5 新产品屏幕更大 同时也变得更轻薄 大家都知道苹果公司 而且苹果公司卖的手机就是比别人贵 贵在什么地方 我觉得苹果它卖的不是产品 更多卖的是一种思想 其实思想是什么 我也思考过 其实思想就跟人的内衣差不多 需要有 但是也不是说每次见到人的时候你都把自己的内衣给别人看 而且你第一次就把内衣给别人看 第二次还是不同的内衣 我觉得就有点问题 第二条新闻是 据报道 铁道部技术中心新一代客票系统 一期工程 采购项目 总投资为1.99亿人民币 不少网友反映 订票官网 高峰时反复登陆 总是进不去 进去了之后 新加入的排队功能又让网友感叹看见了票就是买不到 买张票真的很难 我觉得现在在中国这个买票难 真的不应该是新闻 什么时候中国哪一天说买票已经不难了 这个时候我觉得肯定是一个最大的新闻 下一条新闻 这个新闻我觉得我很感兴趣 为什么呢 跟我有点关系 根据美国福布斯杂志最新公布的数据 美国微软公司董事长毕尔盖茨 以660亿美元的身价连续第19年位居排行榜首位 股神巴菲特位居第二位 资产460亿美元 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新闻跟我有点关系呢 是 其实我在盖茨手下工作了10年 不能是有感情 但是还是有那么一点点这种怀念 我记得我03年的时候跟他有一次当面的交流 他说他会把他的财产 他一共三个小孩 每个小孩分配他们500万美金 我给他算了一下 基本是他把他的万分之一的财产 留给了小孩 我在想如果能堂聚哪一天也能达到盖茨的一半的这种身价 我会怎么做 我想了一下 我做不到盖茨这个样子 所以我觉得盖茨和我们之间只能用两个字来表达 叫什么 叫差距 所以人和人真的是有差距的 下面一条消息 我觉得跟所有的老百姓都相关的 最近国家发改委对轰动一时的815电商价格战斗 京东 苏宁 国美三家企业提出公式批评 促销价高于原价 未履行价格承诺 表明无货 实际有货等问题 这个我觉得在中国的很多的行业当中 他们有一个最大最大的这种毛病 这是什么呢 价格战 而且我把这些行业 今后你们碰到这类行业 就是我把它叫菜市场行业 做菜市场行业的人都是什么样的人 你自己能分得清楚 这类价格 我觉得通过价格战 其实就是没有核心竞争力 然后没有核心竞争力 最后是什么 整个行业都会被这些价格战打垮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所谓的叫做 今日财经 今日社会 小白领如何翻身做经理 你要与众不同 除了智慧加勤奋 你还缺少什么 别人不做的 你去做 别人没有想到的 你去想 唐俊来了 系列第一弹 精灵是怎么混出来的 正在播出 今天我们主要讨论的话题是什么呢 精灵 为什么要讨论精灵 因为我觉得很多电视期间的观众 你们可能不一定去创业 那么不创业的另外一个途径 让你变得更加的成功的一种方式是什么 我觉得怎么样去把自己培养成为精灵 这才是更重要的 在中国职场 人们已习惯了用领子的颜色来诠释职业 来划分不同的人群 操作机械的工人被称为蓝领 出入商务中心的文职人员被称为白领 而其中的女性文职人员又被称为粉领 当一些人努力让自己积身白领族群的时候 另一些人的领子则已经镀上了黄金 人们将这些人称之为精灵 那什么样的人才能称之为精灵 多少收入才能算得上是精灵 让我们来听听普通人怎么说 金领 管带领的吧 大脑应该很好用 我觉得他们肯定很忙碍 天天的加班 那根头发都没问题 以后都是突变的 我觉得起码月收入起码要 五十万以上 月收入五十万 年收入五十万 月收入可能在八万五万 三万五万以上 虽然没有一个确切的标准 来衡量什么样的人才是精灵 但从接通采访中不能看出 人们对于精灵一词 已经有了约定俗成的观念 既拥有较高的职业和社会地位 资深的工作阅历 两万以上的月薪收入和优越的生活条件 这四个指标构成了世人眼中 对于精灵一词的理解 孟潇你告诉你 心目中的精灵应该是什么样的 我心目中的精灵 他应该是说 你看他领子都是黄金做的了 所以他的生活应该是要优于大部分人的 他的社会地位 第一 他的生活是优于大部分人的 对 第一点就是生活水平优于大部分人 这一点我觉得孟潇你已经优于大部分人了 第二 不难我 对我知道不难 第二点 我觉得他们的社会地位应该是相对来说不错的 社会地位 对 社会地位也是精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 对 我觉得你的社会地位每个人都很羡慕的都很尊敬的很好 第三个呢我觉得他们是某一行业中的交交者 就是说他们已经做到某个地位某个就是说可能是已经进入管理层了应该是 行业的交交者也是我们精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 是 孟潇 前三个你都进入了 还有吗 第四个呢 他们应该收入很好 第五点呢 我觉得他们在知识结构方面 还有在不断地要求自己的方面 应该说是整体人群中比较强的 是一直追求上进的 刚才总结了五点我觉得很好 大家也看到了 其实每个人心目当中有自己的精灵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我觉得现在的很多的中国的老百姓就是说把对精灵其实还是看低的 就把精灵还是叫打工的 就包括唐俊这样的身份的人 我觉得自己还不错 但是人家都说唐俊就那个打工的 对不对 就很多人就是对打工这个词是个贬义词 但是在我们再看西方国家 这些所谓的我觉得他们是精灵 也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谓的精灵 他们的这种社会地位也好 还是说他的这种收入也好 其实拿出来我觉得真的是你会让你看了这种发呆发精 怎么可能拿这么多 一个打工的人怎么可以拿这么多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屏幕上面 看一下就是所谓的美国的顶级的这些精灵们 那这个美国的顶级精灵 我们看到了这个排名第一的又是跟我有关的 所以今天这个话题我觉得跟我特别有关系 第一名是什么 是美国微软公司的CEO 斯蒂夫·鲍尔莫 他的身价100亿美金 打工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微软公司是比尔盖茨和Paul Allen两个人创业出来的 他们雇了斯蒂夫·鲍尔莫来做他的CEO 今天斯蒂夫·鲍尔莫的美国的第一打工仔 他的身价是100亿美金 这是美国的打工仔 同样你也看到什么这个艾瑞克·史密斯 就是谷歌的这个CEO 身价是69亿美银 还有其他的像苹果的这个库克 56亿美银等等等等这一切 这就是所谓叫做美国的最顶级的最顶级的精灵 精灵收入高嘛 这点是没错 你看他们虽然并不是自己当老板 并不是自己创业 却社会地位也高 也可以拿到这么高的收入 所以我现在到哪我都跟别人说 我说你们不要小看我们这些打工的 虽然你们把我叫做唐俊是个打工的或者怎么怎么样 我觉得打工第一 我自己的心态很好 我觉得我不是在为别人打工 我是在为我自己打工第一 第二我觉得你也千万不要小看我们这些打工的 你看看我们打工的领头的人 Steve Bauer 这个人他的收入多少 一百亿 身价一百亿美金 这种我也想去跟他打工 对 这种相对来说比很多的创业的老板 身价高很多 何止是高很多 基本上他的身价 是不可企及的 你根本无法超越的 无法想象的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 我们说在所谓的精灵 我们把职业经理人 在美国已经有了几十年 差不多七八十年的历史了 所以他的这个相对来说是非常成熟的 非常成熟 而且大家非常认同 你看这个谷歌一创业 创业好了两年以后 他就觉得这公司我是管理不了的 我怎么办 我必须请一个职业的能管理的人来帮助我管理 请了这个紫密斯兰 盖茨造立很聪明的 哈佛的 刚创业没多久 他就把他的这个同书社的同学 巴尔默请来了 说我做管理肯定是不行的 你巴尔默是一个管理的好手 你来管理公司 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 很多我们这个叫做中国的公司和外国的公司 所不同之处 现在中国还是处在一个初始的阶段 所以我们也来看一下 说中国的这个叫做经理们 他们的收入是多少 我相信你们看了这个 你也会感叹说 原来在中国去打工也没那么的差 请看一下我们的大屏幕 我对第一个那个问号很好奇 貌似是我们身边的某个人了 我看一下我给你排名第五的叫吴世宏 吴世宏是我的一个同事 微软的吴世宏 被誉为打工女王的这个吴世宏 十年前是微软中国公司的总裁 他的身价是5000万人民币 一个女孩子能挣这么多 了不起了 第四名是马明哲平安保险的2.8亿 魏哲3.2亿 杨元庆也是我的好朋友 这个联想的杨元庆是3.9亿 还有一个叫做打工皇帝的 他的身价是10亿 这个人的名字我们先不用说 低调一点 这个跟本次的话题没有那么的相关性 我觉得从这个数字上来看到一个什么呢 看到一个就是 其实在中国都把这些经理们叫做 打工的 我觉得有点小看我们 你看看 这些身价我觉得也不菲 今天我觉得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 他们是怎么成为精灵的 我们做了一个小小的统计 这个统计就是说 这些精灵们 他们是怎么成为精灵的 我看到一个因素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大屏幕 这个大屏幕看得非常的清楚 这有个叫唐骏的这个人 在微软 他的第一份工作 在微软一做就是做了10年 这个吴世宏 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IBM公司做的 做了12年 杨元庆在联想的是他的第一份工作 他做了23年 我的在微软的老板 Steve Bauer 他在微软的第一份工作 做了25年 这个就给了我一点点启示是什么 你要想成为精灵 你不在一个公司里边泡下去 混下去 我觉得你很难很难成为精灵的 这叫什么用心 通俗一点的话 现在最流行的话叫hold住 你的第一份工作你能不能hold住 所谓的hold住就是你要做时间足够的长 至少要做个5年10年才有可能成为精灵 很多人也有人说 说这个唐军 其实我这份工作也做了蛮久的了 这个算算我年纪一大半了 在这工作也做了15年了 我怎么办 还是就是没有达到你刚才说的这种精灵的这种境界或者是地位 其实我觉得坐长是第一条件 当然就是只是坐长 我觉得还不够 还要什么呢 我觉得在我看来 因为我经历过那么多的职场 我也看到过那么多的人 从普通的白领变成了精灵或者是变成这种超级精灵 我觉得他们多有一点点叫做什么 我把它叫做与众不同 对不对 就是什么叫与众不同 别人不做的你去做 别人没有想到的你去想 别人不敢想的你也要去想 你也要去做 在我看来就是所谓的叫做与众不同 纵观那些叱咤商场 为自己的统帅打下一片片江山的黄金战将们 他们的身上都不约而同的具有一些与众不同的特质 微软的首席执行官 史蒂夫·鲍尔默 最与众不同的特点就是容易激动 在激动的时候 鲍尔默习惯于把任何事情都强调三遍 在一次演讲时 他难以抑制自己激动澎湃的情绪 向台下的人连续问了六遍 你们明白 张红的脸和哭泣的青筋 是他霍峰演说狂人的称号 美国的另一位狂人是苹果现任手机执行官 蒂姆·库克 他是一位十足的工作狂人 库克没有什么爱好 在他看来工作就是他最大爱好 他从创下两天两夜不睡觉连续工作的记录 看来想要成为精灵 绝不是只依靠聪明的头脑和努力打拼就能实现 还需要具备异于常人的特质 曾从公司前台 做到IBM中国渠道总经理的吴世红 就曾将他作为一个女人的与众不同发挥到极致 我给你讲一个我觉得很真实的 这个吴世红的与众不同 与众不同什么程度 我经历过他的一场数值报告 这个当年的业绩不好 原因我们不提了 然后呢 那一次做数值报告的时候 对面坐的是巴尔默 还没数值个五分钟呢 因为巴尔默一看这个业绩 他劈头盖脸的大骂 才刚刚过了 骂了五分钟哦 吴世红做了一件什么事 资料往边上一扔 嚎啕大哭起来 哭得那种惨的样子 真的叫做 我还从来没见过女人是这么哭的 那么惨的 当时你说我也在边上 因为我是属于旁听的 我都觉得这不公平 你这么一个大男人 你说你把这个小姑娘骂成这个样子 你至于吗 周围的其他的副总他们也都觉得 哇这小姑娘太可怜了 这个是多大的委屈啊 这是不就是业绩没做好 没有什么了不起呢 未然也不差钱呀 你把一个小姑娘哭成这个样子 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都傻了 这个时候这个鲍尔默都傻了 他觉得好像他自己犯了多大的错一样 结果是鲍尔默就开始说 他就练你无所谓的英文名在就练 你能不能不哭 就练根本就不理他 就是继续哭 你不叫本事 你知道吗 就是我把它叫做该哭的时候就哭 到最后 最后没办法 鲍尔默就开始换种方式 什么鼓励他 其实就练你做的真的是很不错的 无论从各个方面 说你跟其他的这个分公司比 你跟前任比 你跟什么什么比 我觉得你已经在各个方面都已经超越了 反正你讲了一大堆的好话 然后周围的人也都开始来捧他 就说这个就练你真的是做的很好 这个说我们觉得从我们的部门来看 其实微软中国还是做了很突出的这种贡献 本来是个批斗会 变成了一个什么 赞扬大会 这是女人 我觉得我可以学一学 一定要学 一定要学 而且你不能这种简单的流眼泪 这种不值钱的 要嚎啕大哭 哭的就是说 谁看到都会伤心 谁看到都会舍不得 什么可以这样的 再大的错也不可能是这样的 就是要发自内心 因为我们男人其实很聪明的 知道你是装的还是 因为女孩子就是偷偷的哭两下 我们知道是装的 但是能像吴世红这样这种嚎啕大哭的 我觉得已经算是一个本事了 我再讲一个 他的哭的厉害的地方 他跟他的下面的高管 就是销售总监 销售总监就是男的 然后一个季度下来 然后每个人就给他报纸 知道我们这个区销售额是多少 我们这个区是销售额多少 开会的时候 每一个区跟他说我们这个季度是完不成的 换了我或者换了一般的 我想你做老板的 你肯定桌子一拍东西一扔 干嘛 骂 对不对 但是吴宋波 吴宋做了一件什么事 哭 你想老板在员工面前哭还是要勇气的 哭怎么又哭得嚎啕大哭 伤心的简直是不得了 那你现在这几个大男人们也是精灵 你像微软的副总裁们算得上精灵了吗 那些精灵们一看到自己的老板哭成这个样子 简直我觉得无地自容这种感觉 你说他怎么办 这些大男人马上对着吴宋洪说 就脸 我们知道了 从今天开始 我们哪怕天天去吃饭 天天去喝酒 天天去陪客户 我也要把这个季度的任务完成 你看 这个是什么 我们把它叫做吴宋洪 前面的时候说该哭的时候哭 对不对 这个时候叫什么 不该哭的时候照样哭 我觉得这个才叫做 这个吴宋洪的一个与众不同的这种地方 我觉得他这是一种智慧 你看 哭变成一种智慧 我觉得哭当然需要一种本事 但是一般的员工我觉得做到与众不同 我讲讲我自己的感受 在我的这个人生经历当中 我觉得我也做过一种不同的 你说我刚刚进微软的时候一个小员工写程序的 这个在微软是最底层 我就觉得 我怎么样能才能让领导来赏识我 更重要的就是领导你要重视我 所以我就想了一个办法 我就开始给盖茨写信 其实你要知道这个 我进微软的时候盖茨已经基本上在微软里面像个神一样的人 那你想你一个小员工给他写信 你觉得他可能回答吗 我觉得机会不大 但是我没放弃 我就开始给他写信 第一封信告诉他说 我有一个想法 我想在微软来推广这么一个开发模式 那根本就没回 第二封信我告诉他 我说我给你写信之前 我已经给其他的领导也写过信 没人理睬我 所以我才写信给你的 如果你也不理睬我 那我告诉你 我会做一件事 以后每过一周我就给你发封邮件 到了第三周 邮件就自动发给了盖茨 当然我们是学技术的很简单 设置一下这一周之内 每周同一个时间给他发封邮件 这个盖茨我相信他可能看了 一封一封邮件不断的来 可能就烦了 最后他还是回答了我 回复了我 也帮我找了一个领导 就是因为通过这三封邮件 让我从一个小小的员工 变成一个项目经理 我自己觉得我没有错 我觉得可能是别人想做 而没有做 或者是别人根本就不敢做的事情 我去做了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来 我觉得我也做了一些与众不同的事情 所以看到 就是领导交给你的事 你做好了 那叫做普通员工 领导没有交给你的事 你也去做了 这叫优秀员工 领导没想到的事 你去做了 才叫什么 才叫与众不同 小白领如何翻身做精灵 你要与众不同 除了智慧加勤奋 你还缺少什么 别人不做的 你去做 别人没有想到的 你去想 唐俊来了 系列第一弹 精灵是怎么混出来的 正在播出 我觉得在我们的职场当中 我相信每个人都可能想成为精灵 因为我觉得我们已经没有机会成为这种美老板 房地产的老板了 但是我觉得还有一条职场的道路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机会 可以去争取 可以去获得的 因为用我们的智慧 用我们的努力 用我们的勤奋 我们不需要去依靠自己的这种社会关系 我相信你也没有 或者说自己的父母亲 我估计你也靠不上 但是唯一一个可以靠的是谁 是你自己 如果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把这些职场的这种 成为精灵的一些最基本的 我们说简单 我们说勤奋 我们说执着 或者说hold住 或者说我们要做到与众不同 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 你们都可能成为我们心目当中的精灵 那样才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讨论的话题 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位 你们都成为精灵 下一周我们同一时间再见 好 我 我们 我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